阿彌陀佛 南無本師釋迦茂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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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堂這是一堂 好像大聲那些 可否教少聲一點 各位 我們這一堂是講生命的流轉 十二因緣 佛教課 生命會流轉的 即是轮回 其实不单止我们人 所有一切的众生 都是生命会流转的 即是说 我们的人生 就不单止是见到的 现在的一世 即是说 我们会有前世 其实佛教比较 喜欢用过去世 因为如果你说前世 今生未来 就好像只有三世 但是过去世 即是说 过去再有之前的过去 过去之前 也都有之前的过去 所以三世 其实是指 我们的生命是不停的流转的 过去世是有很多世的 现在现世 就是我们现在 这一世我们会看到的 未来就是怎样呢 即是我们的生命结束了 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 我们就会继续去投胎 继续去轮回了 这个就是未来 如果人来说 如果人来说呢 我们的生命大概都是匆匆几十年 短短的几十年 虽然你说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生命的长短 但是大致上都是几十年 有些说是早点五六十岁 有些说是七八十岁 其实也有少部分是超过一百岁 都有 但是大致上都是 这个人生都是几十年的 我们今期的生命 我们还可以有些记忆体 我们是怎么来的 我们是从妈妈的肚子出来的 我们追索的源流 我们都会知道 妈妈生我的 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出生的 出来这个世界 我就有这个生命了 但是 在佛教来说 如果我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之前我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不知道 又或者 当我这一期生命结束了 我又会去哪里呢 其实都是不知道 所以说三世 其实可以形容 就是过去世 过去世 譬如说 我们形容 如果昨天的事 昨天 之前是不是有昨天 就是大前日 那是不是还有很多之前的日 譬如上个星期 上个月 上年 有很多个之前的 昨天 昨天 比如 未来 你可以说明天 明天 是不是明天之后 还有明天 有很多个明天 那就是等于我们的生命 这三世 就是过去世 很多过去 很多过去 现在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但是将来 看不看到呢 将来 我们每一段的生命 有多长呢 有多少岁呢 其实 看不到的 有些东西 好像是 在我们预计之中 譬如说 在这一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 有些东西好像是预计到 譬如说 你读现在大学一年班 是不是 预计再三年之后 我就毕业了 这个好像是预计到 但是又是不是一定呢 又未必一定 譬如 我中途已经退了学了 又或者 好了 我顺顺利利不转 不阻业 但是你的成绩好与坏呢 我未必预计得到 所以 比较近的东西 我们比较容易说 预计到会是怎样 但是譬如说 你知不知道 你十年后会是怎样呢 这个是比较远的 就是在我们这一期的生命里面 比较远的 我们更加难掌握得到 就好像很简单 譬如 你说近的东西容易知道 譬如你说 我知道我明天会上班 要开会 又或者 我明天上班呢 我要去见一个很麻烦的客 这个客人 出了名字 很麻烦的 但是你去到 那个客人 心情漂亮漂亮 什么都不麻烦 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预计到的东西 但是其实又未必真是这样 相反来说 你要见那个客人 那个客人 很相处的 很容易说的 今天就跟他签合同了 谁知去到那个客人 厚黑面黑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个合同又不顺利的 又说这里要改 那里要改 不适合他心水 有一些东西 虽然说是这么近 好像是我们预料中的事 但是也都未必百分八 好了 再讲到佛教讲这个三世 其实 每一段时间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投胎了 哪里都不知道 就当你 譬如说 如果 如果有些众生投胎到 是鸡、鸭、羊那些 他可能 真的不是很长生命而已 譬如鸭、鸡、鸡那些 几个月 顶多 他就一年半载 但是如果有些众生 投胎到大象 乌龟 乌龟是不是生命比较长呢 可能一百岁 但是如果投胎到昆虫呢 那就朝生暮死了 有很多昆虫都是朝生暮死 为什么呢 早上出生 晚刻 就死了 但是虽然说这么短的生命 其实他也是经过 生老病死这个历程 他也是经过这个 机能的变化 所以 如果说到人 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人就是刚才说过 匆匆短短几十年 一期的生命 最多比你比较长寿些 九十几啊 或者真的一百岁啊 所以佛教说 我们的生命 是不断地流转 其实 我们的生命 是不会超出这个范畴 就是六度的轮回了 就是说 我们将会投胎的话 都是以六个范畴里面 走不走转 没有知识的 走不走转 只不过说 你会去哪一道的 有六个地方给你去 你会去哪一道 就是去到哪一道呢 好了 那这六个地方 我想大家听经都会听过的了 三善道 三恶道 三善道 就是人 天 就是天人 和阿修罗 三恶道 就是 最惨的是地狱 地狱的畜生 就是众生 地狱 然后畜生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猫猫狗狗 牛马 羊 那些 还有一个 就是鬼神 我们这六度 我们不断 在六度里面 轮回 或者 我们说到阿修罗 或者大家比较难理解 阿修罗是怎样的呢 其实阿修罗也挺有福报的 他有天福 但是可惜他没有天德 天德是什么呢 就是天人的德行 他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阿修罗 他那个妒忌心 和亲恨心 很重的 所以 他虽然 很有福报 但是他未必 享用到 未必享受到 他的福报 就是因为 他那个妒忌心 和亲恨心 或者 我 讲一个 譬如 给大家听 大家就会了解到 阿修罗 是什么心态 譬如说 在一个家庭里面 大家一起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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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环境 完全一样 一家人 在那儿吃饭 妈妈呢 就煮很多 很多好菜 而这些菜 人人都合胃口的 就是不会说 你喜欢吃的就多些 我喜欢吃的就煮少些 就没有的 很平均 个个都合胃口的 这些菜 煮的饭呢 亦都是没有偏差 个个都是吃 这么漂亮的米 甚至乎餐具 碗筷啊 什么 全部一样的 都是很好 但是阿修罗的心态是怎样呢 阿修罗的心态 本来他可以很享受这一餐晚餐 但是他就生气 生气什么呢 妈妈真是偏心 看看 每次阿哥和阿嫂回来 就煮这么好菜 如果我一个人呢 他就求求其其煮给我吃 真是生气 偏心就偏到出了面 那么呢 孤密论 他妈妈是不是真的偏心呢 这个不要理他 总之呢 就生气了 那妈妈呢 就说 吃饭吧吃饭吧 埋葬吧埋葬吧 那么呢 你心就想 吃什么饭 都不是煮给我吃的啦 煮给阿哥阿嫂吃的而已 哎呀 我哪有吃得下啊 他心想 拌汁算了 哎呀 但是事实上 我又不是拌汁啊 因为觉得呢 不吃不值 已经是生气爆爆 激到我 还不死 但是吃了又怎样呢 不消化 俗语说什么 背脊骨落 一路吃就一路生气 为什么妈妈这么偏心呢 哎呀 那呢 所以你吃的东西的味道呢 都会有影响啊 是不是啊 本来是很好吃的啊 但是你加了一些火药 加了一些醋味呢 就不多好味了 生气爆爆 是 于是乎呢 好好修罗的心态就是这样了 其实他可以好好享用这个晚餐的啊 是不是啊 开开心心不是很好 但是他的心态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享受不了了 他又有福报啊 大家一样的 那些东西 完全一样啊 他享受不了 那为什么不倒转头来想呢 如果你用这个心态就不同了 你说 当你妈妈真是偏心了 真是这样做的 哎呀 阿哥 阿嫂 多点回来 大挤一下我啊 你们回来 我才有这么好菜啊 你不回来 我只是咸鱼青菜 是这样的啊 多点回来吃吃饭啊 这样 你如果转了这样的心态 是不是你会很舒服 很安乐啊 是不是 那现在不是啊 如果你阿修罗的心态 你就说 不单只生我妈妈 你哥 嫂子都生了 你兄弟子母都生了 真的 偏心了 哎呀 这个就是阿修罗的心态了 享用不了 也都享受不了 那如果这个心态呢 心量大的话呢 又举个例子了 你有个朋友 刚刚学会煮菜 哎呀 煮几尾 懂得煮几尾了 我说 胜意权权 喂喂 来我家吃饭啊 我刚刚学会几个好菜啊 煮给你吃啊 很热情地招待你 那你觉得 真是难得了 真是很感恩了 虽然那些菜 又未必真的那么好吃 但是呢 你享受到 享受到 他的盛情 享受到 他的热情的招待 那你的心呢 也都很体谅他啊 他都不是很懂得煮而已 哇 真是感恩了 煮到一头烟在厨房 都煮给我吃 叫我试一下 一些新菜 哎呀 这个朋友 真是不说得 你是不是享受到啊 也都享用到啊 哇 真是好了 这个朋友 这么诚意的 哎呀 就是煮到这么辛苦 煮给我吃 煮给我吃 是不是那个心量大 你的福报都不同啊 因为他 我们是我们懂得 如果这样想想 识得 识福 是吧 珍惜我们的福报 如果阿修罗那些呢 他又有福啊 但是他享受不到 这个就是阿修罗的心态了 好 再说到我们六道轮回 不断地流转 那么我们在这一期的生命里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期的生命了 如果我用一个譬如来说 这个轮回 当我们的生命 比如一日就是我们的生命了 就是我们当我们一日里面 由头到尾 就是我们的由头到尾 就是日出日落了 那么日出之后 是不是会日落呢 日落之后又会日出啊 那么日出又会日落啊 其实日出日落呢 好像很好看的 日出 哇 那些人特意很早起床去看日出 哇 日出多漂亮 整个咸蛋黄那样 那么黄昏呢 譬如说日落 都很多人喜欢看的 哇 日落又多好看啊 哇 都多漂亮 其实头尾好像差不多 那你说 不同 那也有少少不同 那就是方向不同而已 冬眠 细眠那样 都有少少不同 就是日出的时候 是不是天越来越光 当你日落的时候 就会越来越黑 那么其实这个呢 就是譬如人生的一头一尾 怎么一头一尾呢 就是说 你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呢 当你未真是入学的时候 是不是很开心啊 又没有压力了 我喜欢玩就玩啊 又有人照顾我啊 我就是吃和睡啊 玩而已啊 三样东西而已啊 是不是好像 好自由自在 很轻松啊 小朋友的时候 好了 到你 退休了 如果你也挺有福报的话呢 你退休了 哎呀 休灾 游灾 喜欢去一下旅行 喜欢是 但是约着人 享受一下茶 哎呀 又没有压力 又挺好啊 喜欢做什么又做什么了 那时候 但是 可惜的日子又不是太长了 是不是 你想想 当你照大了这些子女 真真正定去退休的时候 你想享福的时候 但是 又好像时间不是很长了 而已 所以其实 一头一尾 好像挺好 是不是 但是 其实都是差点 当你小朋友 你悠游自在的时间 其实都是很短 因为你开始上学 上学就要做功课 做功课你就有压力 是不是 尤其是 现在的人读书 都挺辛苦 其实我们人生 最灿烂是哪段时间 其实就是 成年和中年 其实呢 如果用一日来形容 就是太阳在最高的时候 最晒的时候 是最有用的时候 但是也是最辛苦的时候 你是不是博煞 都在这段时间 是不是 你是不是 就是努努力 创一番事业 或者做好你的份工 计划的未来 都是在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人生的 是最灿烂的 但是呢 就 不是很好看 因为你呢 很撒住你的眼睛的 辛苦 因为这段时间是辛苦 因为这段时间是辛苦 舔着你的眼睛 想看一看都看不到 日出日落里看到 所以这个人生的流转 不停不停地转 当我们了解了十二因缘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了解了十二因缘 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样会令到我们不停地流转 可不可以转静一点呢 可以 你说甚至不转可不可以的 可以 当你了解了十二因缘 了解了我怎么转静一点 或者我可不可以不转 那你就会听下去了 那你留心听一下 这十二因缘是怎么来的 好了 因缘是什么呢 其实因是一个主因 主要的条件 缘就是这个座缘 我们有一个主因 有很多的座缘 那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延续下去 好了 第一个项目 那就是十二因缘 很明显有十二个项目 第一个是什么呢 无明 无明就是明明白白 无明就是不明白 不清不楚 其实无明就是一个烦恼的总明清 因为我们有贪亲私的烦恼 其实贪亲私的烦恼之外 还有很多等等 就是等等等等 很多的烦恼 不过贪亲私是最主要的烦恼 但是其实我们的烦恼是很多的 第一就是因为这个无明 这个无明令到我们很多烦恼 这个烦恼呢 都说明烦恼是不开心的东西 令你心不安乐的 不舒服的 就为之烦恼 譬如说 你子女经常惹你的 惹得你乖乖跳 那呢 你说为什么人家的子女 这么乖这么孝顺呢 为什么我的子女 就是要惹得我 哎 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是不是令到你不安乐 你有一个烦恼 但是呢 问你的原因呢 你好像不太明白为什么 根本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我的子女 是要顶心惨 是要这样 整天惹我的呢 所以呢 或者有时那个无明到 就是烦恼 自己会无端端 情绪低落 或者无端端 很想发脾气 很猛争 但是知不知道原因呢 又不知道 那这些就是种种的烦恼 我们上课 讲了很多种烦恼 我们的贪亲痴 是吧 这些就是我们种种 日常生活里面的种种烦恼 好了 十二因缘 第二个项目 是什么呢 行 行为的行 无明 跟着行 这个是第二个项目 行是什么呢 行 就是行为 我们的行为 那由于有了第一个无明 就是说 我们有了贪亲痴的烦恼 有种种的烦恼 令到我们不安乐 所以我们是否会有 付诸实行的行为 比如你说 我贪心 贪心的念头出了 越贪就越厉害 于是 偷厄拐骗 然后走私贩毒 甚至乎印银子 这些是不是 相应的行为 恶的行为 当然 恶的程度 每个人的程度 贪的程度 也都不同 是吧 程度不同 但是 是不是都会 做出种种的行为 亲恨心 是吧 亲恨心 你常常黑口黑面对着人 又会令到人不安乐 这个亲恨心 又会影响到人 这个又是烦恼 是吧 愚痴心 也是 整天不知 为什么想发脾气 整天不知 为什么 好像生了一群人 我们这种种烦恼 是否会引申到 我们有行为 因为 我们上次讲过 意念 我们有一个意念 有了这些参生痴 将它付诸实行的时候 就有这些行为 或者你说 我是生而已 我不出声 我不出声 我又不会黑口黑面 我不会影响到人 其实又不是 譬如你 你在心里面生气 外表人家看不到 别人跟你商量 问问你 那你就爆发了 那是否都会随便害到人呢 随便害到人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当然行为有善有恶 如果你的心底是好的 看到有人跌下 立刻扶起人 这个是什么 善的行为 善恶 行为是有善恶的 又或者 你就是这样 走着走着 远远看到个人 跌下了 那你说 哎呀 好不过去扶他呢 这样 望着望着 周围的人走过 又不扶他 那你说 哎呀 为什么这么多人走过 都不扶他呢 又见到他不动 哎呀 会不会死了呢 于是乎就想 越想就越多想 哎呀 我这么忙 如果你叫我下口供 不行的 我好忙的 都要先看定些 其实看定些 就就是说你不会去做的了 是吗 因为等一等下 你就不敢去帮这个人的了 那可不可以说你没有同情心呢 又不能够说你没有同情心哦 没有同情心哦 看都不看就走了啦 但是呢 你的自私心比较重一点 是吗 再看 看久一点 你说 哎呀 我都不是医生 我去都没用的啦 我帮不了他的 哎呀 不如我重经回向给他算了 那 那他就安慰自己了哦 那呢 那你也有一些同情心 不过呢 就是 你的自私心就比较重了 所以做出来 就有相应的行为了 是不是 好了 再讲到 我们的行为 我们有贪亲切 那这些行为做了出来 佛教有个名词 叫做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 上次有个 这个行为做出来叫做什么 业 业 这个业 还有一个力量 所以叫做业力 所以我们这些行为 种种的善恶行为 做了出来 就叫做业力了 佛教经常说 业力业力的嘛 最常听到的就是 万般大不去 唯有业随身 就是这个业力了 这个业力不要少看它 这个业力很重要的 大家听下去 这十二项你就知道了 好了 因为有了这个业力 我们是不是有种子 我们有了种子 这个种子 落了这种种子 是不是将来 它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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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烦恼 造业之后 就有一个因 如果 你拨了一个恶的种子 就有一个恶的因 将来 将来 当它成熟的 善就是善果 恶就是有恶的果 那么 这种子 你说 种子是哪里的 佛教说 全部藏在我们的阿拉耶色 阿拉耶色 那么抽象 阿拉耶色是什么 这个阿拉耶色 是很抽象 的确是 但有没有呢 一定有 而且它是无形无相的 这个阿拉耶色 会影响我们 很多的 它会进入了我们的阿拉耶色 就是我们每做一些善 或者恶的行为 这个种子 一定会 入了阿拉耶色 是不会流失的 虽然 它是无形无相 其实告诉大家 无形无相的东西 才是最大的力量 我又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明白到 比如一个摄录机 我现在摄录 各位的情况 是不是摄录机 可以把你继续进去 那摄录机有多大呢 摄录机不大 又或者 我将你们这些 比如说 游行示威 整千上万的人 摄录 电脑的软件那里 可以的吗 可以吗 可以 你想想 整千上万都摄到进去 但我们打开电脑的软件 是不是一点那么小呢 那一点那么小 就可以栽造你 整千上万的记录 整千上万的游行记录 什么纸记录都可以继续进去 是不是 就等于好像我们的阿拉耶色 我们的阿拉耶色 无形无相 但是 你所有的种子都会传入去 它的力量是很大 它的容量也都是极之大 不会流失你任何一粒种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阿拉耶色 我们给它名叫深色 它是储存我们 全部的种子都会在这里 所以 十二因缘里面说 就是说 我们这个深色 就是储存我们的善恶的种子 好了 第三个项目 我们第一个项目 无名 第二个项目 行 因为有了无名 有了烦恼 做种种的善恶业的行为 那些行为储存在我们的阿拉耶色 善恶种子 存在阿拉耶色 也是我们的业力 好了 第三 就是色 这个色 就是说 深色 而这个色 也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入胎的深色 这个深色 就是 在我们储存的阿拉耶色里面 所以 当我们的生命结束 我们的深色 就储存我们的记录 是不是 就会去投胎 所以第四是什么 第四是 明色 明色是什么 明色 明 其实就是指我们的深色 这个色 其实是一个物质的意思 但是 也不是普通的物质 是负精无血的物质 因为有了负精无血 还有我们的深色 才能形成到一个生命体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深色 就是入胎的明色 好了 我们再讲到 当我生命结束了之后 会如何呢 你生命结束了之后 我们的深色 会离开我们的軀体 就是这个神色 也都可以叫做神色 或者我们的色神 离开了我们的軀体 这段时间 其实是没有一个形态的 当你离开了个軀体之后 你就会 模模糊糊 很黑 其实你会看到 黑七黑一片的 那你会不断地向前走 但是呢 什么都看不到的 也都分不了 东西南北 什么都看不到 不断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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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什么时候呢 走到 当你见到一点光 那点光呢 其实就是入胎了 那点光是什么呢 其实那点光呢 就是 跟你有缘的父母 正在交配的时候 那点光 你就在那个时候入胎 但是如果你一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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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那些跟你没有缘的父母呢 在那里交配 你看不到的 你见不到光的 只是跟你有缘的父母 你才会见到那一点光 有一点光 你就会追着那点光去的了 在那时候就入胎 我们的心识入胎 入了胎之后 其实你不知道是什么 或者你 幸好就投胎做人 但是也都 可能是一只牛 一只马 一只猪 你看不到的 因为你看不到 如果你看到 你有什么选择 你说 哎呀 这个我不入 或者要 如果你说 人我才入 好 见到个人 如果你看到的话 我还要选一些好的 不好我都不入 是吧 但问题就是 你看不到 你不知道 总之你看到一点光 你就会跟着那一点光去 那时候就入胎 好了 入了胎之后 其实所有的畜生 都是这样投胎的 肥牛 马 鸡 羊 都是这样投胎的 在这个时候 入了胎了 那知不知道是男静女呢 不知道的 初初是不知道的 你初初入胎的时候 是什么 是一个心色 是一个精神 再加了你 父母的 腹精母血的结合体 就是物质与精神 的结合体 就形成这个生命体 其实最初只是一点 对吗 所以呢 如果你最初 怀孕的父女 她不知道的 肯定知道就不会说 昨天才怀孕 是吧 你发现的时候 可能是几个礼拜 或者觉得你的身体 有点不舒服 你怀疑 你有新人的话 你先去医生那里检查 那时候你才知道 原来有多大了 在肚子里面 是吧 这个就叫 明色 明色 就是心色 和这个物质 那个结合 就有了一个生命体 但是那时候 你都不知道 是男静女的 当你 我们称为杯胎 因为他 你不能称为人仔 因为没有眼耳口鼻 没有手脚 是吧 他在妈妈那里 一直生长 一直 慢慢的生命 一直就变了 好了 初头 就是一点 慢慢大慢慢大 到最后 他就会 开始有 眼耳口鼻 眼耳口鼻 四肢 那些手指 慢慢就会出现了 那他脑筋 脑袋 都会继续生长 就是脑筋 继续生长 但是呢 在医学上来说 他的说法 就是什么加什么 加什么 就是成为胎 佛教说 就是心色 和腐精无血 那个结合体 就会形成一个胎儿 这个 就是叫做明色 好了 那第五是什么呢 第五 就是六入 六入 其实就是六根 六根是什么 眼耳鼻舌生意 就是说到这样子了 我们的五根就慢慢出现了 在个母胎里面 慢慢就有这个 六入 六入就是说 眼耳鼻舌生意 好了 好了 有了六入之后 还未成熟的 要等了 比如说 等到十个月左右 他才慢慢成长 慢慢成熟 或者有些 其实七八个月 他都形成了 有些就是早产的 七八个月 七八个月出生的宝宝 都可以养得大 不过就要 悉心照顾一些 因为 当然 如果你说十个月 才出生 就会有安全一些 比较健康一些 比较好一些 但是呢 其实你七八个月 胎儿基本上 都形成了 那你说 他那个眼耳鼻舌生意 那个意 他有没有意念的了 其实都会有点滴 有点滴 那他妈妈的肚子里面 其实他有时都会觉得 不舒服的 因为他活动范围有限 所以有时 他就撑手撑脚 觉得不舒服 因为不能活动 撑手撑脚 那他那时的脑筋 就慢慢成熟 那他有没有想法呢 其实他也有想法 只不过 他想好些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 没有什么信息收到 在里面 你不像得 你出生了 你就会有很多信息 很多东西收到 那你的脑筋就会灵活了 慢慢储存越来越多东西了 好了 当他十个月了 好了 他就出生了 那他出生这个时候 六根和六层就有接触 那第二六是什么呢 是接触那个束 那当孩子呢 他一出生 其实他的感受呢 就是说 他的六根他已经有了 那出来呢 他一眼 觉得那些灯很残眼 本来在妈妈的胎 就是很暗的 很暗的嘛 一出来 就有一些光了 残了他的眼 那耳呢 耳朵听到声音 其实可能他妈妈的胎也听到的 不过可能很微弱的声音 他一出生呢 就听到声音了 听到声音还会有什么呢 感受 会觉得 那个冷气很冷 很冷 或者他一出生的时候 他感觉到痛 所以BB仔一出生正常呢 是不是一定哭 他哭呢 其实因为他不舒服 可能他会痛 他呢 又觉得那个环境完全不同了 他会觉得很辛苦 又有些光残着他 那个气温又很冷 接着呢 有些人的声音 种种的感受 或者他可能会痛 所以种种感受 令到他呢 哭的 所以呢 通常就说 你BB仔不哭呢 就有问题了 那这个的确是 因为你的感受 是完全不同了 所以呢 他又不懂说话 还未懂说话 那他不是哭 是什么表达呢 他就是有哭来表达 我不舒服 很辛苦 好了 那第六是粗了 第七 是什么 瘦 第七就是瘦了 感受的瘦 对了 感受的瘦 因为呢 他一出生 是不是外间的世界 跟他有关系了 那他就会有感受了 那他那时候的眼耳鼻舌 都可以跟外界接触了 那么呢 BB仔来说 他呢 漸漸呢 成熟了 在胎里面 已经成熟了 出生之后 漸漸长大了 慢慢成熟 但是又好像我们的人生一路漸长大 一路漸成年 中年 接着老年 接着又退化了 接着呢 怎么样 这个生命又是这样了 接着老了 但是没说到那么快之前 我们又要讲 刚才讲感受 我们的感受是怎么样呢 比如这个小朋友开始长大了 跟外界接触了之后呢 比如有人对着他笑 他就觉得 这个人很友善哦 于是乎呢 有一个好的感受 因为这个人对他有善意 又或者 有人对他厚黑面黑 骂他 他就有一个苦仇了 不开心了 有一个不好的感觉 所以呢 或者小朋友来说 他的感受都很多 比如当他懂性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整天被妈妈骂 因为整天 功课都不会做 整天都做错 被妈妈骂 被妈妈骂完 就被一个补习先生骂 哎呀 你计算这条数都计算错的 他的感受就怎么样 小朋友来说就是苦的了 哇 妈妈骂完了 哎呀 补习老师又骂我 哎呀 真是惨了 又没得打游戏机 又没得看电视 哎呀 真是惨了 这个对于他来说呢 是一个苦仇 如果妈妈说 好了 你今次测验了 测得多好 我让你上网一个小时了 那你觉得 哇 这个落手了 发财了 你说 哎呀 好了 我想上网了很久 我常常想搞哥哥的电脑 现在又可以玩了 妈妈就让我上网了 这个就落手了 所以当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 有很多开心不开心 苦和乐 有很多种种的感受 当然那个苦不是真的苦到真的很凄惨 那种苦不是月夜残片的那些家破人亡的那些苦 是一些令到你不安乐或者不开心的境 你接触了爱境 你就会有个感受 有了你的感受呢 我们怎样呢 其实呢 就有一个 喜欢与不喜欢 怎样喜欢与不喜欢 例如顺境 哇 你什么都好 顺境 你是不是很开心 哇 顺利嘛 各样都好的 各样都顺我的意的 顺境就很开心 逆境呢 哎 逆境当然不开心了 都说了逆落 逆我的意思 逆我的意愿 这些就是逆了 逆境一定不开心的 所以呢 顺境 我们要开心 逆境当然不开心 虽然说 个个人的顺逆境都不同 有些是比较迫白一点 比较大件事一点的 有些呢 就是比较平淡一点的 程度不同 但是 都是苦和乐的感受 是不是 当我们有了这个感受了 我们会产生什么呢 这个是第八了 第八是什么呢 爱 这个爱呢 其实是贪爱 这个爱不是说 一些关爱 一些爱心 一些慈悲的爱 一些什么的爱 不是这个爱 贪爱 即是说 当我们接触到外境 我们有个感受 于是 我们怎样 这种 喜欢与不喜欢的心态 我们会选择 当然 喜欢的呢 就叫做乐售 开心 譬如说 那些女士很喜欢去shopping 走街 就算我不买衣 那些衣呢 我都喜欢逛街的 看看那些漂亮的衣 我也开心 这个是乐售 是吧 不需要一定买 看到漂亮也开心 因为呢 我爱过个荷包 多过爱过这条裙 所以 这个也是乐售 是吧 或者你也会去买的 这个是乐售啦 但是有些东西呢 你不喜欢的 不喜欢的 那你也有些选择 譬如你说 其实我shopping 我就喜欢看这些店铺 有些装修得很漂亮 有些货品也很漂亮 我去逛逛 我也挺开心 但是呢 进到一间店铺 怎么装修这么乌尾 也不漂亮 或者那些货 咦 这么老套的 怎么没有走的 哎呀 浪费了我的时间 不看不看不看 看个第二间 这个你有得选择 是不是 你不喜欢的 不喜欢就不看啦 不喜欢就不买啦 我喜欢呢 我又喜欢到可以买的 我就买啦 但是人生有时 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又未必是这么简单 所以呢 如果我们喜欢一样东西 我们就开心啦 是不是 不喜欢一样东西 我们就不开心 就是日常生活 这么简单 Shopping 这件事 都可以说 我们有得选啦 有些东西是没得选的 比如什么呢 哎呀 比如说 一些感情上的贪 一些贪爱 或者 男女之间的追求 啊 追到一个女孩就好了 是这样 那是去追求啦 成功了之后 怎么知道变成冤架 那是不是 很烦恼呢 你说 哎呀 分手啦 但是分手又不会那么容易 是吧 有时呢 哇 拍了十年拖 都是觉得她不好的啦 分啦 但是又好像不舍得我 糾纤不清 这件事不是说 我喜欢就爱 不喜欢就不爱 如果是那么简单 那人生就没什么烦恼了 是不是 全部都我掌握了 喜欢就要 不喜欢就算啦 那么简单就好了 还有呢 有一件事呢 又不是那么简单 譬如你说 我个儿子 哎呀 激到我死了 人家的儿子又怎么这么孝顺 我个儿子呢 就是生出来激我 我爹 又不生性 又不读书 哎呀 本来在外面 也有份工 也可以自食其力 他又不准家用我 啊 回来又怎样呢 次次回来问我拿钱 还骗着我的工援 骗着我的老人金 哎呀 真是激到我杂杂跳 这个儿子是不是不要 不要就行啊 不要啦 你说不喜欢嘛 没有的嘛 是不是不要就行呢 那儿子久不来探你呢 那儿子又哀哀乱 哎呀 那儿子不知道在外面怎样啊 为什么这么久不回来呢 一回来你又激气啊 你回来就会问我拿钱 啊 那你说这个儿子 是不是可以不要呢 那旁边的旁观者星 又可以这么说 旁边的 哎呀 哎呀 你这个儿子这样的 这么不生性 哎呀 如果是我的儿子 一早跟他断绝了 这个什么 母子关系啦 哎呀 好在你说的如果 如果不是你的儿子 是别人的嘛 如果是你的儿子 你又会不会这样呢 这个所以呢 我们众生就是 很多东西是糾纤不清 所以搞不清楚 很多东西 不是说 你的儿子不孝顺 我不爱呀 断绝关系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还有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 这个就是爱 贪爱 那还有第九是什么呢 说到第九项了 取 就是拿东西那种取 取 其实这个取 就是说 我们对喜欢 与不喜欢 那个外景的执取 其实这个取 是包含了舍弃的 就是取 和舍 执取 一个追求 和一个舍弃 不喜欢的舍弃 有时你说 正如刚才的例子 你说舍 哎 和他断绝 没有这些关系 行不行呢 又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你放不下 你的儿子就算多瘫 就算他坐牢也好 犯法也好 你都觉得 他始终是我的儿子 是吗 你是不是说 不要他就不要他呢 和他断绝来往就断绝来往呢 又不是那么容易 好了 又再讲到 有一些东西 好像买楼一样 如果你买了一层楼 又便宜又漂亮 当然是好 但是如果你买了一层楼又贵 又问题多多的话 是不是不要就真的不要呢 又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好像以前那些缩水楼 如果个个都知道 你是缩水楼 你想放那些挺难 是不是 但是你已经买了 不要可以吗 都挺难 挺难不要 甚至乎现在那些 什么公屋居屋 都问题多多的 那你买了 是不是那么容易 我不要就不要呢 会不会退回钱给你呢 你投诉会不会退钱给你呢 都不会的 是不是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有很多我们喜欢与不喜欢 我们贪着的东西去追求 也都不断的追求 或者捨弃 但是呢 又未必真的可以追求到 但是也都未必 那么容易捨弃到 所以这些也是我们的烦恼了 那这个烦恼令到我们呢 就做业咯 是不是 好了 那第十 是什么 第十是什么呢 有 有没有个有 因为有了 那个进取那个行动 我们就会有一个 善恶业的业力 会构成了 那就会感到 将来 我们的果报 就是说 我们再投胎的果报 因为已经成为这个行动 成为这个行为了 有所行动了 就是说 已经成为种子了 因为你的行为做了出来 就成为了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呢 就是我们的业力了 就是比如你亲恨心 做出了一个亲恨心的行为 就成为这个种子 成为这个 恶业的业力的种子了 那么呢 今世呢 你就存在这些善恶业的种子了 了 存了很多了 然后 当我们一期的生命 结束了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 我们的神识 又去投胎了 所以呢 所以 十二恩怨里面的 第十一 是什么 生 就是出生的生 走出生的生 为什么 因为我们存了所有的东西了 有个业力去投胎了 这个神识 就是我们的心识了 储存了所有的 善恶业的种子 于是乎这个业力 就会 令到我们去投胎 就是好像刚才所说的 入胎了 带着 就是带着我们的业力 随着我们的业力 去入胎 就去投胎 其实在六度里面 不知道头去哪一胎 就看你的善恶业 那个比重 你善业多一点 当然 会去好一点的地方 恶业多的 就会去不好的地方 所以 又会引伸到 我们有下一期的生命体 所以第十一 就是再 是一个生 就是出生 投胎的 第十二 是老死 所以 我们人 有生 就必有死 有生 必有死 我们一生 生出了 因为我们的烦恼 种种的东西 就是出生了 又不停 做业 简单来说 就是不停地做业 于是乎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 种子 传在阿赖耶识里面 在阿赖耶识里面 到我们生命结束 又再来过了 又去投胎了 所以 其实这个十二因缘里面 是包括了 三世的因果 我一会儿再重复 再慢慢解释给大家听 为什么我们说十二因缘 是三世二重因果 我想再解释一次 大家会比较明白一些 好了 有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话 我们有了感受 有了接触 有了喜欢 有了不喜欢 有了取 有了舍 这个行为 那就会有业的因 有业的因 就有业力的因 业力的因 就储存在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 于是乎 当我们的生命结束 我们就会去投胎 所以 就会有老死 就有未来的果报 那么我们人生 种种的感受 透过我们的眼 看到的东西 以听到的东西 种种的接触 比如 在热天 我们可以弹冷气 这个是我们一个接触 和外界的接触 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穿多几件衣服 保暖 或者女士 穿大衣服 还可以扮漂亮 因为香港的天气 很少真的这么冰 很少冰到十一二度 当冰到十一二度 就很多人找一些很漂亮的外套 外套 外套 除了可以保暖之外 还可以扮漂亮 就可以满足下外扮漂亮的心态 所以到了冬天 有很多人都在笼底 找到那些漂亮衣服 漂亮衣服 出来 如果我们 在这么好的福报 比如香港 有这么好的福地里 我们就说可以 除了可以买漂亮衣服 买漂亮衣服 自己享受一下 扮漂亮 但是 有没有想过呢 有些地方 比如在阿富汗 阿富汗 冬天一来到 整天冬死人的 因为那里缺乏很多东西 一个很贫乏的地方 他还有没有说 贪不贪漂亮啊 还有没有选择 这件衣服不漂亮不买 这件衣服不合适宜不买 还有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 怎样在街边收拾到 烂箭也会生气 理得他有没有菌 对不对 好过冻死 还有选择 没有选择 所以这个取舍 都要看福报 都要看你的业力 你的业力 你会投胎在一个好的地方 或者投胎在一个非常恶劣的地方 都是你的业力所牵引 对吧 还有 现在呢 如果你说香港那些人呢 就真的挺有福报的 那你吃东西呢 上次讲的 我说了 贪吃 贪吃 不是说肚饿才吃的 我喜欢也可以吃 还要选择一些好吃的 现在的人很讲究 不单只选择一些好吃的 还要选择一些 有营养的 不但选择的味道 还要选择他 有没有营养才吃 但是呢 又很奇怪 吃得多又担心 担心什么 营养过剩 吃得多又怕 还要讲究 吃什么好呢 又不要营养过剩 吃得太多又 不好的 又不健康 又怕肥 又不漂亮 就是会有很多东西 担心那些 就是担心这些 所以 因此我们受 这个色 明色 就是这个身体 六日 眼耳鼻舌身 而对六层 色声香味触发 就会有这些感受了 有好的感受 有不好的感受 有苦的感受 也都有乐的感受 有了这些种种的感受 我们怎样呢 有喜欢 有不喜欢 也都是 很多烦恼了 又起很多烦恼了 喜欢的东西 不喜欢的东西 不断追求的东西 追求不了 又不舒服 是吗 所以很有压力的 不要以为 有钱人没有压力 有钱人就有压力的 比如 你说 我今年 公司赚了一千万 但是第二年 跌了一点点 九百万 其实呢 对你的生活质素 有没有影响呢 其实没有影响 你一样可以 享受得很好 但是呢 因为你有压力 你的公司越大 赚的钱越多 压力就越大 怎么样 就算你不计较 你不计 有人跟你计 别人要看你的业绩 是吗 你的业绩一跌 嗯 你就糟了 你个门生意就 有些问题了 所以呢 那些人就不断要增长的 不停地追求 虽然 钱来说 不会影响他生活很多 但是他不断去追求 不断有压力 我不追不得 因为别人跟我计数 别人要看我的业绩 是吗 反而你说 一个平民百姓 他买什么 在街边 现在就可能少一点 比如街边当 或者 也有的 他就走鬼那些 那些人可能 他很自在的 因为呢 他有钱收就行了 每天有少许生意就行了 哎 经济不好嘛 有一点点生意也好啊 其实那些可能不知道自己赚了多少的 总之说有钱收就行了 有生意做就行了 是吗 反而他呢 不计算 他又比较 轻松 自在 又没有什么压力 又没有什么压力 就随便啦 有得吃 足够吃足够就行了 可能他没有什么烦恼的 但是如果是大财团的 那个主席 他有没有压力 他有很大压力的 是吗 这么多人看着他 他生意这么大 真的有很大压力的 所以呢 赚钱呢 其实都是 一个 赚钱其实不是说 你喜欢赚钱 其实不是恶的 问题就是说 你是不是正途去赚呢 譬如你说 我挺喜欢赚钱的 你喜欢勤勤力力啊 白手卿家啊 都是赚钱 这个是正途 当然不是反对佛教 不是说你不可以赚钱的 你不可以富有 你不可以享受 佛教从来不会这样叫人的 你赚 可以赚 但是要正途 要取之有道 但是你说 我要赚钱 我要做 叫你做大财团的主席 你又没有不本事 于是乎怎么样 当你的贪念过了龙呢 你就会做恶了 怎样做恶 就做一些非法的事 犯法的事 因为正途 我又找不到那么多了 我要做一些走偏门 做一些不正当的职业 或者就是偷压拐骗的 所以这些种种的烦恶 我们就会做业了 好了 我再重新 十二项 基本上 我就简单解释给大家听 我现在解释给大家听 什么叫二重因果 我们由头数回那十二个项目了 第一个 记不记得什么 无明 无明就是什么 烦恼 烦恼的重称 无明 我首先讲这两个是过去的二因 就是过去世的两个因 无明 行 就是因为无明 所以我们做出种种的善恶 不好的行为 有好有不好的行为 这个是过去的二因 就是过去世的二因 好了 由于过去世这两个因 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果报了 现在这一世 我们有五果 其实就是 第三四五六七 是什么 色 明色 六入 束 受 因为我们的心色去投胎 这个就是神色 第三 就是现时的果报 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体 我们有明色 入了胎的时候 我们有明色 有一个生命体 入了胎了 入了胎之后 渐渐生长 渐渐长大 就有六入了 六入是什么 眼耳鼻舌身耳 接着呢 到我们出生了 我们六根 就会对六层了 有六层 就会接触了 跟外界有接触 即是说 外界跟我有关系了 接触到 接着到什么 受 受 感受了 你跟外界接触了之后 你就会苦或者落 那个感受 这个是什么 现在的五个果报 这个是 我们的身体 就是我们的果报体 这个 这个呢 色 明色 六入 束受 就是我们现世的果报 刚才呢 第一第二 就是过去的恩 现在有过去的恩 现世的果 再继续下来 现在的三恩 由于我们有这个果报体 果报的身体 我们又会怎样 八九十了 爱 取有 我们呢 因为有个贪爱 对境 生起一些贪爱 所以呢 有些欲望 所以我就做了 种种的行为 那种种行为 是不是种子 种子 是不是因 刚才我所说的 你有这个种子 你就有这个因 于是又做 有了这个贪爱 有了一个欲望 是不是有一个取 就是说有一个追求 包括一个 包括一个舍 有追求 还有一个舍 第十是什么 有 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为 完全是圆满的业力 所以这个爱取有 是现世的三恩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现世的五果 受报的身体 一路受果报 一路去做恩 做这个爱取有 这三个恩 那由于我做了爱取有 这三样东西 这三个恩呢 又会怎样呢 就会感到 未来的异果 就是说 我会再生 我会再投胎 因为我有这个恩 有了这个业力的种子 在这里 在我的阿拉耶式 储藏在里面 是不是 所以我就又去投胎 因为我有了种子 在这里 有善 有恶 的种子 于是 当我们这期生命结束了的时候 我们的神识有 又轮回了 又好像刚才那样 再解释就是 又入胎了 又入胎之后 又有名识 录入束寿了 在那里 现世的身体 果报 又做这个恩 又做爱取有 那是不是 不断地生死流转 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们 有做恶 或者善的行为 所以 就会有这样的果报了 那你说 如果我们 不想轮回会怎样呢 那我要做些什么呢 就会怎样呢 其实告诉大家 那个在雨灰祸首 是哪里 明白吗 知道吗 其实在雨灰祸首 是无明 无明 就是因为我们有无明 有无明 才会有种种的烦恼 贪亲切 有种种的烦恼 我们才会有 种种的行为 如果我们 我们将无明灭掉它 就好像骨牌一样 其实我这十月一圆 是连贯性有 无明 缘恒 恒 缘色 色 缘陆入 缘什么 一直缘下去 就是因为好像骨牌一样 十二个恩怨 就是三世的二重恩果 当我们灭了这个无明 我们还有没有后面的事 就是好像骨牌一样 推倒了 当我们去到 没有贪亲切 没有什么烦恼 我们去尽了 我们是不是 不需要去轮回 当然 可以这么说 这个时候 你就正安罗罕了 因为你已经没有了烦恼 世间种种的烦恼 你已经灭掉了 没有了这种蒙明 没有了贪亲切 但是呢 我们只要经过修行 我们始终会达到这个目的 当然你说 师傅 这条路好像很长远 但是呢 可以告诉大家 只要你学佛修行 你不需要计较去 这条路长不长远 起码你现世 可以把握到什么呢 我将我的人生 我会转得好些 转得漂亮些 我将我的贪亲切 从今天开始 一直减下去 是不是 如果我的贪心 我会严重到八十分 例如一百分是满分 我会严重到八十分 从今天开始 我的贪念怎么样 我要看着我的贪念 我不让它放纵 我要减少我的贪念 上次不是解释过 贪有很多种的 那你自己有没有检查到 自己贪哪有多重 有没有回去试试摘下 那碗布 我今天贪了什么呢 哎呀不行 这样的贪法很糟 是不是 今天听过 你更加觉得更糟 为什么呢 原来这个行为 会进入你的阿拉耶识 阿拉耶识 阿拉耶识 草草埋米又怎么样 又去投胎 那投胎 你说 不怕 你说师父 我的善业很多 我今天 因为买的那些 都是善业多的 恶就没什么 是少少的 那我恭喜你了 那你有进步了 那我买你的那碗布 我善业多了很多 恶的呢 商计地 少了很多 其实好像 我们一块田里面 如果你的田 习草重生 你有没有位置 种一些好的种子 下去呢 没有位 你把那些草拔掉 那些不好的习草拔掉 那就相应地 好的种子 就可以种到下去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行为 就是说 我们要观照自己 那个贪真痴的行为 尽量呢 将我们的 不好的东西 抹掉它 贪真痴是令我们 起烦恼 令我们做业的 令我们 愚痴心呢 令到我们呢 更加迷惘 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你说 从今天起 就不要不知道了 不知道你就糟了 又草草埋埋 又怎样 又头玩过 又轮过了 是不是 如果你听到 哎呀 真的轮回不是很好玩 苦集灭到四圣太阳 也有说 不要 人生是苦的 那我们要认识 人生是苦 就是积极了 从今天开始 积极改变 改变我人生 就算我转 我都要转得漂亮一点 我这个轮回都要漂亮一点 我的圈要转得漂亮一点 那是靠什么呢 就是靠你的善业的种子多 你的善业的种子多 你也要转得漂亮的嘛 才转得好嘛 恶的种子多 怎么转呢 转来转去 不是又在那里 是不是 分分钟 哎呀 糟了 一个贪念起 做错事 一声就掉下去糟了 掉下去又再由头来过 又再转过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转得好 转得好 你也有机会 譬如说 好像现在 人道其实是好 人道是修行之中最好的 因为如果你说 我福布大 我生天 大家有没有说过 生天没错 你的福布非常好 响之不尽 但是忠有代落的 当你的天福响尽 什么 又响一声 又再轮过了 又头轮过了 在陈陈转 在陈道里面 又陈陈转 就是太好的福布 又未必会 激励到你去修行 是不是 因为太好了 我需要修行 迟一点 就算你们现世的人 去福布大 都未必有智慧 去听经文法去修 他可能福布大 用到尽 洗到尽 自己的福布 那又怎样呢 又没有存 那你要洗 又要存 那才有的 不断洗 不断洗 那你福布用尽 那又怎样呢 就好像天人 那样 你福布用尽 你也有五须尚言 五须尚言 又是堕下来 是吧 那人道 为何说修行好呢 苦乐参叛 有苦 你才知道 哎 修行好 人生 那么多东西 无常 人生有那么多东西 我控制不了 是吧 控制不了 便是苦 那就是说 我不是想怎样就怎样嘛 你人人都想顺景 但是你一生之中 顺景有多少 尤其是当我们的年纪 比较大一点 不是说你十几二十岁那些 十几二十岁 还有很多梦境 还有很多 想很多 好美的东西 但是真实的人生 当我们 人生有那么多的经验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察觉到 人生是苦 比较苦 是不是 不是每样的 我自己有意念 我说想怎样就怎样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我想呢 那样 但是会不会那样呢 久不久或者也会的 但是呢 未必真的那么容易 人生未必真的那么容易 还有无常到的时候 有没有人预测到 明天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没有 是吧 所以我们的认识呢 这个流转就很重要了 认识到生命的流转 我们懂得如何 我要转好些 我要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记住 我的无名呢 我一日不去呢 骨牌 记不记得骨牌 罪灰祸首 如果骨牌 如果无名不去的话呢 你就有得玩 有得轮 轮轮轮轮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做恶 因为人有愚痴心 是吧 就会 当你今世收得好 你下世又不知道是否闻到佛法 闻佛法 你又有智慧 下世又不知道闻不闻到佛法 如果你今世收得好 下世好好过一步 哇 腹部又大 又正如我刚才所说 用到尽嘛 他说腹部这么好 就用到尽了 那又是疼疼转 你做恶了 做恶的多 下世又是疼疼吧 下一世又是疼疼 下世去到了不好的地方 是吧 所以这个循环都是不isés的 我们众生 其实呢 菩萨就看到我们很可怜 在那瞳海 苦海里边浮着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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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都不知道是百分之immer Blocks Twilight 也不知道能做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像全身 不知道是百分之immer 才可以知 没事 真正ming 可以ув行 不要再在这儿 渾成关 要是 那么苦 这个五族恶势 这个娑婆世界 令到我们 这么多苦难 不要转了 最好当然是有出来心 但是你说 我暂时未做到 这样的境界 我都要 转好一点 好像上次那样说 五届十字 我起码要迟一下五届 保住这个人生 保住这个人生 安安全全 稳稳神神先 又有护法神护住你 所以 我们认识十二恩怨就是 认识 我们的生命的来由 我从哪里来 我又要去哪里 虽然我不知道 我过去世做了些什么 但是这一世 起码 我可以把握 我把握就是说 我要将 我的种子 种得漂亮的种子多 当然你说 我不是百分百 那就算 我受了戒 也会犯下戒 那我上次就教过大家 犯了戒 怎样 忏悔 忏悔就得清静 你诚心忏悔 就会清静 所以 当然 不是鼓励你 要经常做错事 经常参悔 尽量 不要做错事 尽量不要 尽量减少 把我们的贪心思 减少 要观我们 反观自照 要在日常生活里面 如何看 看我们的念头 念头一起 我们要制止它 因为我们要经常想着 这个十二因缘 就是 我有这个果报体了 是不是 我过去世 就是因为有 那两个因 无名 行 带到我来这个世 带到来我这一期的生命 带到来这一期生命 那现在我又在做爱取友 又在做未来的因 那就是说 这期生命结束 我又不知道 去了哪儿了 是不是 你想想 这样的循环不息 就不是很好 如果你说 不是 我现在很发心 我天天念精进念佛 我打算去极乐世界 那当然 如果你存到这样的资粮去 我就恭喜你了 那当然 这是目标 不是说叫你 很难做的 你不要做 我就是鼓励你去做 明白吗 当你觉得那些人生的苦 没什么稳定的 去极乐世界稳定一点 是不是 阿弥陀佛那里稳定一点 我在这里 我还带着一些贪心痴 哎 就没什么智慧 不行 由现在开始 要有点点智慧了 起码知道 那贪心痴我要减少 我的目标 当然是最好去极乐世界 是不是 我不论会了 哎 不要玩的 这个东西 是不是 行不行 行不行 对 对 这么有信心就对了 就是对佛法 你深信了 不是浅信了 浅信就说 哎呀 我不知道我行不行 师父 哎呀 这么难做 做多少小才做到 我又答不了你的 只要你说行就行 行就可以 精进勇猛 是吧 我们现在 为了加强你的记忆 你数不数到十二项给我听啊 数不数到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然后呢 第五 第五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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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还有呢 老死 对了 那老死 为什么我们要黏起来来说呢 就是因为呢 不是一定老才死的 是不是啊 有些中途腰折了 有些 或者 有意外 不是一定老死死的 所以有时 哎 好像很悲 哎呀 白头人送黑头人 是不是啊 所以老死就黏起来 不是一定要到老 才会死 是不是啊 这个就是无常的 是不是 如果你说 我认识好了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这样的 中途没事的 一定是几多岁的 那就不会 不会叫无常啦 是不是 你可以估计到的 可以设定好了的 那就不是叫无常啦 所以我们的老死呢 就是黏起来 就是这样的原因啦 因为呢 很多人 就不是说 一定要老了 才死的 那其实大家都 吸收得很快哦 都听得明白 十二因缘都数得多快哦 这么快就数了出来哦 是不是啊 因为呢 其实呢 有时呢 就是比较 有些人都会听到说 哎呀 很混淆哦 十二因缘 都不明白 什么三世二重因果呢 现在好吗 有没有印象啊 有印象啊 就是我们有过去的因 所以我们由现在的果部体 现在的果部体 我们又造业啦 又是什么 未来的三个因 未来的三个因 又会带到我们 去投胎啦 那就是未来的果啦 投胎就是未来的果啦 所以呢 三世二重因果呢 就是这样来的 那所以呢 我们认识了这个十二因缘呢 其实就带给我们一个推动力 推动力是什么 从今天起 我要转好点 我不要像以前那样 傻奸奸的 哎呀 喜欢发一下脾气 喜欢订一下东西 喜欢骂人 喜欢生气 生气 生气人几个月 喜欢呢 哎呀 贪心 买完又买 买完又买 贪便宜啊 喂特价啊 喂你去买啊 喂不知道 不知道 只有三天而已 大减价 去去去快点 遲点就走保啦 对吗 这个其实都是一种贪的 你买这么多回家 其实你未必有用的 你只是贪便宜而已 是不是都是贪啊 贪了回家 哎呀 原来你不是常常用的 或者我都没什么用的 那就贪咯 这个又是贪 是不是 这些最常见的贪 所以从今起 有智慧 有智慧地 去过我们的人生 有智慧地 去除我们的贪身痴 有智慧地 观照自己的念头 也都要有智慧地 去除什么 除无名 因为这个是罪魁禍首 我们要紧记 这个是罪魁禍首 不要让无名 就搞到你 疼疼转 不要让无名 搞到你 苦苦老老 天天 拿着面 或者黑口黑面 是不是 你亲人心重 你就小小事 就黑口黑面 那就和自己说 不要啊 照看镜子 黑口黑面 不是很受欢迎 黑口黑面 就会影响人 都会影响自己 令到自己都不开心 是不是 那么 愚痴心更加不好 无端端就说 想发怒 无端端就说 想不知道怎么样 怒爆爆 情绪低落 这些就是愚痴 是不是 那学了佛之后 我们 去除了这些贪身痴 改变我们的人生 我要将我的人生 转得更加好 好不好 好 大家共勉思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一起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好 我们向上 一问数 阿弥陀佛 好 祝大家智慧增长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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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